新北市启用76处疫苗接种站 三峡区分别由北大国小及大有活动中心 大有活动中心可供插脚、有目、精准、武疗等理施打 而为避免长者等候打疫苗而群聚于室内 选定室内空间宽广的体育馆及活动中心 规划问诊、注射、流关等区域与等候座位的划分 让老人家在家人的陪同下安心接种疫苗 早上表排是210位长者 那实际上来这边138位 施打率达到65.7相当高的比例 那下午我们同时在这里还有在大有活动中心 来照顾山上的长者两地开打 那这两个加起来的数目就比较多 那以这个地方来讲 下午是221位 那目前来40位 那还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也会再统计我们整体的施打率 那以早上的清醒来看是相当的容易 那当然来这边可能要拜托大家 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 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最好呢 如果有面罩或手套都欢迎来佩戴 那因为我们不希望有群聚现象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安全距离 大家社交距离都要保持好 那也不希望太多人进来 所以每个家属呢 我们也希望一位陪同者 让里面不要太拥挤 也不要感受群聚的一个效应 另外老人家体力较弱 在第三峡广行工 特别准备饮用水及食用品 为他们贴心考量 区长周近平表示 拉开安全社交距离后 给予长辈适时的补充水分 并感谢公庙及各企业在防疫上的合作与支持 很感谢我们的企业 希望包括广行工来这边 协助我们在长者打完疫苗之后 提供水 因为我们打疫苗要喝大量的水 提供水还有面 还有一些物资 包括饼干这些 那另外呢 我们福利公司也占助了三台 福利600 这是经过认证可以防疫的电风扇 这三台架设起来 对我们长者来讲的 不只安全 而且可以让他们比较出事 区公所指出疫苗开打首日 施打率达65.7 并提醒若有未施打疫苗的长者 请依照通知单或公所排列的时间 前往地点接种疫苗 记者 郑定佳 三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